被背叛了怎么办 背叛就背叛吧 哪里 背叛其实就是因为 别人在背叛的过程当中 得到的好处 大于忠诚当中得到的好处 人的大佬是利益逻辑 就是另外有更大的吸引力 吸引他做出一个背叛的行为 这可怎么办 我觉得一个人 他要不断地去升级他的力量 让他的力量变得更大 要不断地去种善因 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好 如果你的力量变得更大 你们关系变得更好 人家为什么要背叛你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对吧 背叛也是有背叛的代价和成本的 也是有背叛的风险的 所以凡是被背叛的 你都要理解 是因为外面有更大的诱惑 所以你需要做的是 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 不断增长自己的魅力 不断增长自己种善因的能力 建设关系的能力 那你的背叛的风险和概率 就在下降 对吧 做不到那你的概率就很高 如何做到放下 你专注做重要的事情 自然就放下了 每天都在妄念当中打转 那永远都放不下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选择问题 你是愿意做重要的事情 有价值的事情 还是在妄念当中享受痛苦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看现在在我们这个圈子当中 幸福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大家开始习惯 从因果去考虑问题 而不是从现象上考虑问题 所以不管是我在写财富战略 还是在写get幸福 实际上都是在从 从因果的角度上去解读问题 所以当你的思维维度拔高了 你开始从因果的角度上看问题了 有很多过去里的烦恼都会隐善而解